在这件楚隋梁 陵 王辉之 心悦帖的蝙蝠 明朝人王世茂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王快姬七子 宁 曹 辉 幻 宪 宪 五人书记 俱传 为玄宿二子未见 意思是 王羲之的七个儿子均继承了父亲的书法成就 其中王宁之 曹之 徽之 幻之 和宪之五人均有书记可见 而长子王玄之和第四子王肃之的作品却未见存世 七子之中 幼子王宪之的书名最盛 在南朝时 其影响力一度超过了王羲之 此后也一直与其父以二王并成 也许您会问 为什么王羲之父子八人的姓名中都带有姿子 并且不讲究避讳 实际上 姿子并不是狼牙王室家族的贝分子 代表了家庭成员道教信徒的身份 他们所信的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 现代学者陈寅确认为 知非特专之真名 可以不避讳 可以省略 他们的这种精神信仰对于其书法作品有没有影响呢 这卷台北故宫所藏唐楚隋良临王羲之飞鸟帖中 王羲之谈到自己的从神仙那里获传秘诀的过程 陈年二十四 隐林下有飞鸟 左手持纸 右手持笔 会称五百七十九字 其后又回忆说 陈念赴西枝字法为时第一 常有白云先生书诀 尽于先帝玉府 也就是说 王羲之的书诀继承自道家先祖白云先生 及周灵王的太子西晋 自紫乔 其后代改为王姓 西晋因此被奉为王室始祖 在道教的传说中 他是一位驾鹤西去的神仙 王羲之这篇文字有一种自我塑造 自我美化的意图 这类得神仙授法的事迹 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中常见的一种被系统化了的传承谱系 元代的柯九斯在卷后评论说 又楚河南 临大令飞鸟帖 唐人所谋 具有圆长仪法 足以之字画原流之有字也 旷绝无宋人气 是唐无一耳 老柯认为飞鸟帖是唐人所谋 但又未确认这就是楚隋良的书记 正是因为他这画设天足的话 让人们不敢下判断 实际上 该帖与王宪之的近人小凯 有着极为相近的书封 而官方介绍资料也无奈地称 此帖虽为后人临摹 但亦可为楚隋良的代表之作 作为初唐四大楷书大家之一 楚隋良初学欧阳巡 于世南 中法为二王 并包容并蓄 创立了处体 有关详情且在下期再为您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